传统市场净载活情的政策明天就要上路 根据最新统计全台湾列管的一千多家活情摊商 现在已经有超过八百摊签下了切结书 愿意配合净载活情 但是还有两百零五摊仍然在观望当中 农委会强调在明天新制度上路之后 全台湾会立刻展开机查 违法的摊商立刻罚款两万到十万元 把握最后一天卖温体机 传统市场活情摊商今天照样摆摊杀鸡卖鸡 虽然政府提出每摊十万元转型补助 但还是有摊商抱怨 H7N9爆发之后生意已经很难做了 现在实施活情进载恐怕影响生机 根据农委会和经济部最新统计 截至下午为止全台列馆一千零五十一家活情摊商中 已经有八百四十六摊签了切结书 同意配合近载活情政策 但还有两百零五摊仍在观望中 而另外也已经掌握两百二十家 非列馆有岸再生的活情摊商 明天新制上路之后全台将同步展开机查 违法者将储二到十万元 此外为了因应H7N9持续延烧 台北市环保局下午举行H7N9病死机的废弃清理演习 从铺杀装带及消毒 最后以太空包密封送到北投垃圾焚化场 以950度高温焚化处理 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就是希望能及早做好防疫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